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 上涨了54点 收盘指数是17213点 涨幅0.32% 成交金额4077亿元 成交量还是不大 ODC开高走低 最后小跌了0.2点 收盘指数是206.59点 跌幅0.1% 成交金额876亿元 好 我们今天的主轴 是陆港股的解析 但是在进入陆港股解析之前 那么台北股市 其实它在长假之前 出现了量缩 量缩它又出现的是 在上个礼拜 前半场是比较不稳定的 但下半场表现比较强劲 现在端午节过了 究竟台北股市会如何 我们先来看台股五分钟 来 陈彦 大家早 凤英姐早 基本上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 端午节以后会变盘 如果按照过去的逻辑 其实变盘主要原因 其实不是端午节 是因为公布 6月公布了5月营收 因为5月中的 第一季财报过了以后 大家会想再等等看 有没有其他的惊喜 结果5月营收没有惊喜 那自然而然 当然6月份的这个卖压就会比较涨 因为毕竟股价已经涨多 陈彦其实你觉得那不算惊喜是不是 我是说过去啦 5月的时候 那但是今年的5月的营收是不错的 OK 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过去为什么会有 那是过去没有惊喜 这一个今年应该惊喜蛮大的 对今年的5月营收是表现非常非常好的 那所以今年的所谓端午节的变盘 我认为应该是不存在 那尤其是因为这一波以来啊 船产大涨过后 大家其实说真的 就正常理性的这个机构法人 他还是希望能够回到过去 大家习惯的交易的主轴 那习惯的交易的主轴 当然就是说 船产当然你还是可以涨 你有基本面 比如说航运啊 或者是钢铁 你有基本面OK 你可以涨 可是照道理 市值不到3%的股票 不应该占整个交易比重超过30% 而且我们把航运跟钢铁 加起来其实超过四成 那希望慢慢能够回温到 以电子为主轴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最近我觉得最重要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 就是说法人的部分 不论是外资也好 尤其是投信 最近开始比较明确的 在买进电子类股 而且还是以 当然我们还是看下半年的主轴 包含金元代工啊 包含这个跟伺服器啊 或5G 或是汽车用电子相关的 慢慢有回温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合理也比较符合逻辑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台股我们 我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因为接下来是除全席的旺季 那我觉得今年大家 对于这个鼓励的发放是蛮期待的 可能把它当作另类的纾困金嘛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参与除全席的这个动 应该是整体气氛 应该会比较活络 但是除全席本身 你除掉这个三四百点 然后就算你填全席 其实也是回到原点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啊 就是六七八这三个月 股市不坏 但是它很难去大幅度的上涨 因为毕竟有除全席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但变成就是说 回到个别股票的一个表现 表现啊 那主要我觉得 大家可以还是可以先看看 因为毕竟这一波 台股也算是由台积电 前面啊 算是它领跌嘛 那它领跌过后 大家就有点失望 可是从五月中开始 台积电慢慢回温了 那上个礼拜在当午节 要收盘前的两天 我看台积电的表现 开始慢慢回荣了 上个礼拜五 占到了六百块之上了 对 那下半年 大家对台积电 其实还是有所期待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 看特别去查看台积电 而且鸿海也回温了嘛 两个刚好 深附不同产业的领头羊 那可以特别观察一下 如果是这样 那基本上 我觉得台股已经 这个慢慢回温的情况下 我也不能说 传产的光芒就要被取代 但是应该这个电子传产 似乎是要并进啊 因为这个 这个龙头 这个画市人当太久了 总会引起争议嘛 那两个画市人 画市人就是社团的这个决定者 应该说整个股市的这个 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如果电子传产并进 我觉得对盘面的稳定度 也会比较好吧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把重心 放在航运 不是说航运的基本面如何 而是说 市值不到百分之三 占了台股成交比重 超过三成 我觉得那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好 所以呢 你觉得现在看起来 其实六月六七八月的台北股市 还是看好的 然后呢 你希望它在结构上面 电子以传产并进 这样子的话呢 台北股市比较容易走得长长远远 对 就长久一点 对 因为光芒都在少数明星身上啊 那所有的交易量都集中在他身上 让大家有一天发现说 哇 原来林志玲也会上厕所 哇 那这伤脑筋 那这个对股市的冲击会比较大 好 你的比喻很奇怪 好了 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陆港股的部分啊 陆港股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他们其实同样有长假效率 因为呢 这个陆股跟港股其实都过端午节 所以呢 他们确实也都放了三 就是放了三天价 所以也是要等到今天再重新开盘 那长假效应的影响 看起来 对两岸的影响比较大 就我觉得香港 他因为外资 他们比较没有这一种端午节 就中国人的节啊 就端午节的这个长假效应 他们比较有圣诞节的长假效应 但是呢 两岸的这一个股市 就比较有这一种传统的节日的 这个这个效应 长假效应 在长假之前 他就会比较有震荡整理 那现在端午节过后了 陆股也会有端午变盘吗 怎么看待 当然通常要变盘的话 表示他前面的股市的表现是不错 大家担心会有变盘的问题 那如果一天到晚都考不及格 其实不会担心考不及格的问题 那因为恒生指数也好 上阵指数也好 我觉得从今年以来啊 他的表现 大家也有目共睹 就是不怎么样 这个有目共睹是不怎么样 那整理了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端午节前 还是有一点点卖压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上个礼拜我看恒生指数 这个五个交易日 他这五天来都是 都是小小的这个十字线 就是很明显指数进行了 所谓的等待的这种整理过程 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 但是但是问题是 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内涵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地方 就我就以这个新经济 China free 50 这一个指数去带大家看 我就发现说 因为它里面都是一些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这个指数的编制 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大的 这一个这个跟新经济有关的成分股 总共有50支嘛 那最近在 就是说整体的股市虽然表现 就是说 入股的表现不怎么样 可是这个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超过一半是上涨的 那最差的是农业银行跌了10% 但是其他大部分的股票 上个礼拜就上一周 其实整体来讲 其实几乎都算是稳定平盘 或者是上涨 那大家最担心的是阿里巴巴嘛 那整个整周是跌了2.38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族群 我觉得看了是特别 应该说三个族群 特别去关注 也是我们发现几乎是 现阶段市场表现 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新经济50这个成分里面 包含的 它并不是用产业在做分类 它就是用 在这个我们上次跟大家讲 不是A股也不是B股 在美股跟港股里面 市值排行前50大的 那结果去上个礼拜 涨最多的是一支股票 叫信义光能 信义光能就是做太阳能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紧追 在后的是新东方 就做教育的 然后第三是什么BRD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BRD 我真的觉得 我们一直太把重心 放在指数的时候 往往就是我们 太着重整片森林 在照顾整片森林 忘了有个别的树 可以长得特别的快 特别的大 BRD 从5月中 140 到这一个上个礼拜 大概214 最后收210 就是说就是其实算一个月嘛 一个月的时间它涨了差不多是50% 就是跟电动车有关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族群 就是几乎普遍性的上涨 就是生技类的 像石药集团 还有药民生物 以及百季神州 这几个 上个礼拜 其实不止上个礼拜 就是说这一段时期 大家对 对这个 入股啊 看起来是比较 或是港股 看恒生指数也好 我们看上阵指数也好 就会比较没有特别的关注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这尤其是生技哦 生技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特别的突出 像石药集团 基本上它是 持续性的上攻 并不是说跌了以后再涨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有包括药民生物也是 几乎都是 如果我们单把这个个股的线图 抓出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多头的态势 那最近我在看外资的报告 也确实他们对整个 生技族群 像这个 我看到几个报告 对这个像药民生物 像最近外资 应该不是外资 应该是说 北上的资金 也是持续性的买入 甚至法人也是把药民生物的 买进平等往上拉高 然后像百季神州 因为跟这个安静 安静就是美国的 这一个生技公司 AMGN 有合作 这个开发药品 也获得FDA 加速这个批准上市 这些都有影响 因为包括食药集团 也是整体的 第一季的这个营收 也是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然后高盛 也上调了食药集团的目标价 然后也调高它的评级 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目前所看到在这个生技指数 所以我说有三个产业 一个是太阳能 另外一个是这个电动车 还有一个就是生技 是目前在香港股市里面 大家特别关注的几个比较重要的 的这个族群 也是近期 我们看指数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这些类股的 涨势啊 就在在香港挂牌的 这几个表现 相对来讲是 比整体指数来讲 强劲非常非常的多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一个是你如果去爬梳 这里面的个股的话 第一个太阳能 其实是强劲的 第二个电动车 就比亚迪是一个很明显的代表 尤其是传出来 他可能跟苹果合作 然后要代工苹果的 这一个电动车之后呢 比亚迪从140涨到214 其实涨幅是相当大的 涨幅又超过了五成 那第三个就是生技 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个投资策略该如何的安排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的是 封院财经执行长 谢陈彦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呢 在我们的录音室的 网络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现在没有办法 在YouTube上面直播 那么只能够呢 在最后我们可能 就是要用我们的音档 然后重制 然后放到YouTube上面 可是那时候 可能没办法看到画面 只有声音了 好 我们继续请教 封院财经执行长陈彦 陈彦刚刚提到了 就是你去爬梳在港股里头 至少你从Free China 50 这Free China 50 它不是在大陆的A股 也不是在大陆B股上市的 然后呢 而是呢 在海外可以买得到的 不管是香港啦 或者是美国股市啦 然后少数可能 甚至于在其他的这个交易所 可以买到的 那么市值最大的 前50名的公司 你从这里面去看 那么有一些当然 上个礼拜 其实表现很分歧 跌最重的 你像农营 对 积跌了是 10%嘛 对不对 那但是呢 涨最凶的 其实也有40 50% 其实幅度也都相当的大 所以呢 那个涨跌差距这么大 你刚刚提了三大类 太阳能 电动车跟升级 那么我们一一来了解一下 太阳能的部分 今天其实有一则新闻 就是呢 大陆已经决定 那么停止对于 太阳能发电厂 还有包括了 路上风电厂的补贴 家用的还是补贴 但是呢 你陆地上这种 属于规模用的 它的电价呢 就完全造 煤炭用电的这个发电量 然后呢 来给予这个电价的收购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对于太阳能的 这些相关公司 会不会有影响 要怎么去看待 这些消息面 可能影响 我觉得如果 大家仔细去看 就是说 现阶段 因为过去太阳能产业 大陆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当整个政策不明朗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它以补贴的方式来扶持 那这个当然会给市场 带来好像很利多 可是实际上 在我来看反而 到后面反而是一个混乱的 那现阶段呢 其实我们很清楚的 很明确的确认 就是说 未来的整个产业政策上 势必要以 这个干净能源为主軸 不论是 太阳能啊 风力也好 它势必要去减少 相关的火力发电 煤为主的部分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 代表说 我让你大的人 你能够越做越好 我不用再去 我不断的去补贴 变成是小的一路跑进来 所以你看这个讯息出来以后 像信义光能就是 它就是以这个 太阳能产业为主軸 非常重要的龙头 所以它反而会变成 大者很大 大者很大 而且刚才风姐有特别提到嘛 我就 我可以去收购你的店价 所以你做的好的 做的稳定的 你就好好的做吧 那你小的 你就做不起来了嘛 你也不要再打烂仗 我也不要再用钱去养你了 所以反而最近我看 从五月中开始 整个太阳能 像这个信义光能的 股价的表现 表现其实是很强 涨幅也差不多五成 涨幅也差不多五成 在这一段时间 而且也打出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底部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趋势性的 一个发展 等于说也宣告了 在这个产业里面 越大的是越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在 我刚才特别提到 生计的部分 实际上因为最近大家也在 因为最近这个 大陆的人口补差 的数据出来 那大家会 实际上我在看 当然官方的讲法 稍微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 他现在 这个人口补差的结果 就是平均年龄 是落在38.8岁 那当然 这个跟美国比 美国的这个补差的 平均年龄是38岁 好像说只有差一点点 但是确实我们看到 这10年来 大陆人口增长放缓 然后慢慢高龄化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重要的过程中 就是一个人口红利消失 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在 整个人口高龄结构 所背后所要去观察 产业的一个发展 所以为什么现阶段 我们也发现 就是说整个生计产业 大陆的一个生计产业 也不论是跟药品 跟医疗 这整个相关的部分 在也因为这次COVID-19之后 大家特别再去关注到 它这几个市值 也大到说 可以被纳到 整个这种大型的成分 这个前几大的 这个成分股里面 就是因为 未来整体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需求 社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增长 也变成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所以 当然你说单一的去投 生计跟医疗 实际上跟我们所了解 美国的整个生计制药产业的 样态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单一的去投大陆的生计医疗产业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太 就风险性还是太高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对于说 比较大的那几个 像我刚才特别讲到 在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他们有跟国际合作的能力 然后他们也有 大陆内地市场的主导性 像我刚才讲的食药集团也好 药民生物也好 或者是这个百季生州 这个几个 都是在 在这个 整个生计股里面 在整个大陆生计股里面 算是 大型的 而且它有这个主导 主导地位的 主导地位的 还有中国生物制药 这几个 在领医药 这些 都是在这里面 比它有 这个主导地位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就 关注这几个 就可以了 关注这几个就可以 不用特别 整体的 因为有些是比较 中小型 它可能只针对 区域性什么 那这个我们 毕竟它跟整个美国的 生计产业的发展性 又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 一个 焦点 那另外一个 当然电动车的部分 也确实是 现阶段市场的主軸 而且我最近在看 像这个 特斯拉 在大陆的销售的排名 掉的其实 还蛮快的 市占率 原本是希望 透过在大陆的一个销售 把市占率 全球的市占率 在大幅度的一个提高 可是 反而在 四月份 整个市占率 是大幅度的下滑 掉了11%左右 我看 这么大的一个市占率 大幅度的一个销售 其实跟大陆 现在 大陆跟福斯 除了大陆 还有欧洲的福斯 这两个的电动车的 串起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目前我看 整个电动车 在大陆的话 当然销售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武林宏光 因为它便宜 没有办法 我们之前提过 但是像比如说 比亚迪啦 蔚来汽车啦 小鹏这些串起 这是一个 那因为大陆本来 就对福斯 这一个汽车 因为他们以前就是 很习惯 就是福斯跟欧迪 对 因为他们也有 都有 福斯其实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市占率非常高 他就是 他几步快变那种 就是稍微高档的国民车了 对 那 现阶段他们说 也在推定弄车 所以当然自然而然 也想要搭着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习惯来去做这个发展 所以现阶段福斯的销售的排行也在快速的串起 他的电动车销售的排行也在快速的串起 所以也威胁到了特斯拉的地位 当然如果我不是只以关注特斯拉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代表电动车市场发展的速度 不论是供给面也好 还是需求面也好 其实是相当快速 也代表这个产业未来的前景是相当有利 当然就百家争鸣了 当然就百家争鸣了 当然在这个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发现 就整个产业发展的主轴其实还蛮明确的 一个是太阳能 一个是电动车 另外一个是生计 就是他的最近在看 这相关的个股的表现确实很强劲 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投资 他是把这三大类给包进来的 然后以这三大类为主轴的 对 那当然因为假设说今天 因为投资是这样 就是说我要嘛就是挑个股 要嘛我就是看产业趋势 那我们也是去找我们自己认同的 发展的方向来去操作 那基本上如果要 就真的要做太阳能 那实际上要比较多 整个太阳能的 我觉得不容易 就是说看到这一个 但我觉得就是新经济 至少China Free 50里面 就是说比如说生计啦 电动车这一块 我觉得占比是比较高啦 那因为现阶段市场 我觉得我们在看 整个市场的操作方向 几个产业其实不断的 开始在动起来 那所以未来大家在操作上 可能会面临一个难题 那这个难题 坦白说我也很难解决 就是说那很多产业都在动 我到底要投哪一个产业 那这个也会变成是大家 因为每个产业有它不同的特性 我们会不断的去跟大家分享 那变成你自己心里认同的是 哪一个产业 那你就去投跟那个产业相关的指数 所延伸出来ETF 或者是基金之类的 那你要说真的就是 就是说干脆全部都投 实际上我觉得也有点困难 那未来我要讲就是说 今年下半年 我觉得大陆股市 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百花齐放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现在先提这三大类 对不对 也许这个整个的发展的 这个速度还会更快 要下半年了 我们要谢谢这个陈彦带来的解析 谢谢